哈喽大家好我是李安 欢迎来到单车时代 本周晚上的时间 我们将为各位车友 带来这一周的重点新闻回顾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周职业车谈发生了哪些事吧 第一则新闻 意大利国家队对车遭窃 Pinarello发声名称损失惨重 世界自由车场地锦标赛 上周在法国登场 未料赛事进行到第三天 意大利国家队的对车净遭窃 总共20台Pinarello 对居一夜之间凭空消失 据车队表示 这些场地车放置在车队的箱形车中 并停放在饭店旁 有警卫看守的停车场 准备送回意大利 为料夜半净遭窃 意大利代表队队长表示 尽管我们采取了严谨的措施 仍然没办法阻止行窃者 Pinarello官方表示 这20台场地车每一台都是定制车款 且搭配3D列印手把 要价不菲 其中 菲利普加拿的占居便价值3万欧元 算一算损失超过数十万欧元 约700万台币 十分惨重 因此官方寻求粉丝 如在线上看到贩售的资讯 尽快通知他们 第二则新闻 2022年DT-SWICE与乐透速德奥车队将攜手合作 近年来DT-SWICE致力于为所有公路车自行车手生产高质量的轮主及花骨 也因与世界上顶尖车队合作而备受瞩目 对于它在明年和乐透速德奥车队合作 外界并不感到意外 DT-SWICE公路行销经理表示 DT-SWICE向来秉持专业态度为公路自行车开发特定的轮主 无论车手在哪里追逐胜利 我们都会为车队提供性能优化 经久耐用可靠的轮主 乐透速德奥总经理表示 DT-SWICE是我们长期期盼合作的梦想团队 将来我们会以最高水准回归职业赛事 对于将DT-SWICE带回世界循环赛 我们也感到相当自豪 2021赛季对乐透速德奥车队来说 可算是优喜参半 卡莱布E1在环法赛中赢得两场胜利 在米兰赛事中也夺得亚军 令人印象深刻 不过好景不长 卡莱布E1在环法赛中的第三阶段摔车 导致锁骨骨折 随后的赛事同样未能扳回一城 而多年来比利时车队的好手德让特和韦伦斯都只赢了一次 以两人的高水平来说 表现并不出色 下一则新闻 Buy Exchange 有意在2023年签下汤·杜姆林 日前Buy Exchange车队证实汤·杜姆林是他们正在寻找的车手之一 但车队强调不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 上个月外媒报导指出 汤·杜姆林可能会在2022年与Junbo Visma解约 并改与Buy Exchange签约 但消息随之被否认 而Cycling News近日也透露 汤·杜姆林立即跳槽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不过随着队内荷兰对手的合约即将在2022年底到期 关于Buy Exchange在寻找好手也是可以想见的 汤·杜姆林在今年奥运会的表现相当出色 是许多车队都想积极招揽的选手 Buy Exchange总经理透露 如果汤·杜姆林有想争取总牌的报复 那我们也表明这是我们想合作的不二人选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们将持续关注 第四则新闻 2021 台湾自行车登商王挑战 10月29 五岭针锋 由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主办的2021年 台湾KOM自行车登商王挑战 今年迈入第10年 于今日在花莲登场 台湾KOM自行车登商王挑战 这项充满传奇性并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经典赛事 首届史至2021年 2014年就被法国销售量最大的自行车杂志 Recycle 评选为世界十大最艰难登山耐力赛之一 与欧洲阿尔卑斯山同等级的赛事齐名 从此成为全球众多自行车运动爱好者的此生必其路线之一 在台湾运动观光的国际行销上形成扎实的一个亮点 2021 台湾KOM自行车登商王挑战 于今日凌晨6点 从位于海平面的太平洋滨花莲七星潭出发 其今中央山脉高耸深邃的高山峡谷 绝美的碧绿神木 直达台湾公路最高点和欢山的武岭 在全长105公里的路线上 选手将体验从海拔0公尺 直上3275公尺的高强度骑程挑战 谁渴望拿下今年KOM冠军 拥有保加利亚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Christian 或许是令人眼睛一亮的夺标热门人选 从2018年来台参加KOM登商王挑战后 Christian就此爱上台湾 在去年拿下总牌第二名的他 今年的目标当然就是总冠军奖杯 然而今年他将面对众多 曾在KOM跑出好成绩的本国及好手环四 包括台湾一哥冯俊凯、黄冠林、黄文忠、徐月修 以及年轻新秀李冠贤、何燕怡、卢绍萱、 卢绍萱、吴之浩等优秀好手 还有始终以全力以赴 永不放弃的感动精神振奋人心的范老师范永逸 最后一则新闻 巴黎赤支2.5亿欧元打造自行车友好城市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哥在其中心的平台 推动更多自行车友好政策 承诺将赤支2.5亿欧元列入五年计划的一部分 在城市发展安全的自行车道网络 使法国首都到处都可骑自行车 负责城市转型的副市长大卫贝利亚德表示 光是基础设施的花费就要1.8亿欧元 包含规划穿越城市以及进入城市周边郊区的自行车路线 还额外采取措施 使所有自行车能够安全地进入巴黎市区的十字路口 及主要路口点 另外副市长还补充到 将规划部分路线 让自行车和汽车的通行能够完全分开 提供自行车及行人一个专用道 如今巴黎成为最适合骑乘自行车的城市 远胜于好几个大城市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重点新闻回顾啦 欢迎各位车友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认为重要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